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。 現在網上邊今天又再次傳出很多不同的消息。 最新的消息就是講講澳門可能會做封城的動作。 網上邊流傳一個對話截圖給大家看下, 10號封城叫大家儲定糧食, 政府準備60萬物資包, 每人可以一個人外出購物, 但超市要做分牛。 然後他講到好像是好真, 說來自警察的朋友, 不想到時排隊何時好久, 就記得提前買定。 接下來還有另一張對話記錄, 澳門某個外賣平台收到政府通知, 就叫他們全面配合短期之內封7天。 跟著他就說這一個消息就在車手群分享出來。 跟著隔了沒多久, 這間外賣平台出來澄清, 他就說網傳澳門接到政府通知, 就要求車手配合停工7天, 就儲備這個運輸的力度去應對封城這個傳言。 他們公司就出了一個澄清的聲明, 說未有收到任何政府要求停工的消息, 更加未曾在任何澳門官方渠道或者社交媒體帳號發佈上述的挑釋。 澳門就提醒市民不要相信這些謠言, 不實傳言和留意政府官方的資訊。 好似現在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封城的謠言傳出來, 這次就連外賣平台都被牽扯賣進去, 甚至乎按他的聲明說, 就叫車手配合停工7天去儲備運輸, 這其實不合理的, 因為你如果停工7天的話, 那些車手是做些什麼呢? 是沒有公開的,吃些什麼呢? 所以這個不合理的其實。 但怎樣也好,雖然這些消息都是滿天飛, 政府亦都出來澄清, 大家都是聽到有這些消息的話, 都是自己自行判斷, 想下個可能性高不高, 和有沒有一個合理性在這裏。 還有, 又是如果大家都有空沒事做, 你正常來說, 我們疫情面對了那麼久, 都應該多多少少, 會儲回幾天的糧食在家裏。 因為一個不小心, 變成了紅馬和馬, 都不用叫做那手不成勢。 好了,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, 大家有什麼想講? 下面我的言, 我們下集再見, 拜拜!